开车骑车还是步行都得小心随时留意路面的情况 如果思想开小差难免就会出事 前两天在温州永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子 在经过一座大桥的时候 因为回头看美女不慎就撞上了一个 停在路边的面包车 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 在当天下午15点56分许 一名驾驶员骑着辆轻便的摩托车 在经过越江大桥的时候 看到边上有美女在行走 便不停地转头偷看 根本就没有注意前方有辆面包车 而在连续多次转头之后 一头就撞上了停在一边的面包车 倒在了地上 紧随其后的另一辆轻便摩托车 则因为减速不及撞上了该驾驶员的腿部 事故发生后不到十分钟 交警赶到了现场 我那些已经生事不清了 在吐嘴巴里在恶心的吐东西 而且闻了那个比较重的酒气 交警了解到撞车男子为永家上唐人潘某 和另外一辆轻便摩托车驾驶员是朋友 交警将受伤男子送往医院 并进行了酒精测试 出一步测试 一个是神圳心血可以吹的 那个是出测试酒后 但具体的还要看那个以酒精检测 显得血液检测为止 据了解潘某因为头部倒地 导致轻微颅内出血 经治疗后无生命危险 注意集中力不能随便乱望乱看 不应该喝酒 喝上这 这次喝了一点酒 有点得了教训 下次再也不能喝酒 潘某